改編自麥克莫波格 他的知名兒童文學小說而成的電影 安雅的回家路 他在說二次世界大戰戰火底下 所發生的充滿愛與勇氣的故事 這個故事在說 這個主角他叫做球 他在B0633區擔任牧童的工作 一般來說我們稱牧羊人 他年紀比較小 我們稱他是牧童 他在有一次牧羊的過程之中 他遇到了一位猶太人叫做班傑民 這班傑民就出手來幫助球 就拯救了他的羊群 救回他的羊群 那這一聊天之下 球就發現了 他就知道班傑民 他正在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 所以他想要幫助班傑民 來幫他藏起來 所以他把他藏在這村裡面 有一位寡婦叫做愛麗絲的家裡面 而班傑民和愛麗絲 他們也陸續的救回一些猶太的小孩 到他們家裡 然後也想要把他們送到 這安全的西班牙邊境上 但是因為球比較了解 這山路的路行 所以他也決定要來幫助他們 但是此時這德軍 他們已經慢慢地在佔領這個山坡 所以讓班傑民和愛麗絲和球 他們運送這些猶太小孩的過程的 這個路程是特別地辛苦 而他們能不能夠順利完成 他們想要完成這個任務呢 所以說給我 什麼你看到在這盤 沒有什麼 什麼你看到在這盤 什麼你看到在這盤 我看得到這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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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待會等安家來 一些人收集金、財布 我們收集敵盈利的海 孩子, Jewish孩子 Benjamin會他們到西邊的湖上 他們保留在這裏 我們就把這個秘密的秘密 革命軍,他們在村裡 沙發的文件都要在各時 和陸陸的陸陸中 明天威武 那些人是封信的 我小小洋洋太尊 有些人 如果天下 我会吻在其中一人 illa 排名 他们不会 他们通常接到 法团 他永远要被贝 你可能有死,但我不是 他們的 invaders 永遠忘了 你還要猛 他們在搜尋家 我不讓你離開 我們必須把孩子抓到的海岸 我們可以做的 一天,安娅會成為這些孩子 我永遠不會放棄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關於本週有哪些電影上映或者是最新的電影資訊 要請記得鎖定民視第一台電影情報站